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美贸易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刘鹤 已确定本月底率团前赴华盛顿 与美方重启高层纪磋商 这被视为中美达成协议 避免贸易战全面升级的最后机会 但只要看看美方设定的议题 便知这轮谈判有多困难 要有成果谈何容易 刘鹤今次赴美要肯一次艰难的谈判 这是众所周知的 其中困难之处 包括要在一次磋商里 应付中美积极已久的贸易矛盾 而且要面对的谈判对手 又是从列根时代走来的大鹰派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更重要是 美方今次摊开来要中国谈判的 其实是一份极不寻常 跟一般自贸协定很不同 甚至是没有先例的贸易协议 中国要在防范中美关系崩盘 以及守住中国国家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显得非常艰巨 其中主要体现于三点 其一是贸易协议涵盖采购清单 传统自由贸易协议旨在降低签约国之间的贸易壁垒 通常来说 此类协议内容不会包括特定的商品采购 更不会划设量化指标 要求一方向另一方购买特定金额的货物 因此 美国胁迫别国购买美国货的要求 不仅含有先例可循 更无疑会令采购国感到不体面 但据报 中国已经同意增购美国商品和服务 包括大豆和能源产品 以满足美方素 这被视为中方一大让步 彭博社指中国的采购额获达万亿美元 只是希望分六年完成到2024年把美中贸易赤字降至零 但有报道指 美方对此仍不满足 要求在两年内完成采购 观察人士指 中方是否有空建作更多让步 似乎是一大疑问 其二是美方以制裁家谈判推进协议 一般而言 贸易协议的磋商与达成 前提是各方平等的提出条件 自律的遵守协议条款 但川普政府的做法 是先向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以此迫使中国改变在贸易 补贴和知识产权领域的做法 这是对中国的变相经济制裁 观察人士指 美国试图以城下之盟迫使中国就范 恐怕有反效果 反会收窄中国的让步空间 尤其是中国要保住自身的国家尊严 其三是争端调解机制 对中国不公 许多自由贸易协议 都会建立相应的争端谢绝机制 以应付签约国之间的合规争议 其中主要是通过成立仲裁小组 以类境法庭模式 化解与送双方的矛盾 但路透社日前引述消息人士透露 美国正在寻求定期审查中国兑现贸易承诺 改革贸易方式的进度 如果美国认为中国违反了协议 美方可能再次诉诸关税 观察人士指出 美方此举是以美国单方审查 取代中美双方凭仲裁 对中方而言颇有羞辱意味 中方会否接纳 实在是偌大的问号 可以说 刘鹤今次赴美磋商 实在有面对鸿门燕之意味 如何再守住国家尊严与利益 于早日结束贸易战 防范中国经济 进一步受打击之间取得平衡 将是对他的一次重大考验 香港苹果日报报道 题目是 率先报道 原目死讯误犯天条 澎湃新闻遭清算 在中国颇有影响力的地方官办媒体 澎湃新闻近日因连续出现 严重违规和重大差错 被网信办处罚 中国媒体被要求一个月不得转载 澎湃发布的新闻信息 消息称 处罚的导火线 是澎湃上月率先发布 原目去世消息所致 中国媒体界近日广传一份中央网信办的通知 指近日澎湃新闻连续出现严重违规和重大差错 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被罚从互联网新闻信息稿员单位名单中 冻结30日 时间由昨21日早上8时开始 直至2月20日早上8时 进其他网站转载内容一个月 各网站在这段期间不得转载澎湃新闻的消息 该通知未有详细列出澎湃新闻涉及的违规及差错 意味提及是否有人被问责 仅要求各网站举一反三 严格加强导向管理 此消息在中国记者界引发热议 数间经常转载澎湃新闻消息的大行门 网站亦没有出现其原创新闻 知情人士向苹果记者称 澎湃新闻被当局处罚是一次集中清算 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澎湃早前报道出现了领导人排序错误 照片被错配等技术性问题 多个澎湃内部信息员证实 这则通知的导火线是与澎湃去年12月17日率先报道 1989年六四事件时 担任国务院发言人 扬言天安门没人死亡的原木 去世消息有关 当时澎湃消息一出 随即引发大量媒体转载 并在海外掀起新一波炒作 六四屠杀的话题 通报中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亦说因缘自于此 澎湃新闻在2014年7月提供服务 是由上海报业集团旗下的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持有 已报道时政财经文化等新闻 其宗旨是专注时政与思想 澎湃目前有300名工作人员 初期投资约4亿元人民币约4.62亿港元 部分来自政府部分来自企业 其主要班底由元东方早报成员组成 上海当局响应习号召创办 澎湃新闻创立之时 是上海当局响应习近平打造新媒体 争抢话语权号召 号称要创中国第一时政品牌 当时习的心腹国家互联网管理办公室主任卢伟 曾亲临视察打气 澎湃其后以大量原创性调查报道 迅速积累了业界口碑 并成为中国媒体商业化转型的标志 专栏作者向小凯认为 是市场化体制喉舌 与环球时报同属中国垄断的 体制传媒系统的不同分支 按照中国规定 互联网转发时政类新闻信息 必须严格按照官方清定的 新闻稿源目录发稿 同时要严格按照原始稿源内容转发 并著名新闻信息来源 不得歪曲原新闻信息内容 2016年8月8日 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更新 澎湃新闻网站 作为地方上海信息稿源 首次被纳入 收窄言论空间警告传媒 别耍小聪明 从网信办的通知中 仍能看到中央 对于澎湃公信力和影响力的恐慌 澎湃上月首先发布 原木去世消息后 凭借其数年来 积累的公信力 迅速引发国内外媒体转发报道 在内地 哪怕仅仅转发事实 在六四事件30周年 将至的氛围之下 非常容易转化为 舆论缺口一发不可收拾 这也是为什么通报 称澎湃造成恶劣 社会影响之故 随着监管日趋严格 内地媒体除了 在官方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尽力报道事实 也只能偶尔在严控之下 打擦边球 此次网信办的惩罚通知 便是告知澎湃耍小聪明 也没有任何空间 有内地媒体人称网信 办对澎湃的惩罚措施如同 将澎湃关小黑屋 此举正是要令澎湃回归 地方官媒身份 令内地一众媒体明白 只有央媒才有一呼百应的权威性 向党媒归编 日日唱好席 自2014年7月全面上线以来 澎湃在中共反腐败新闻上 连出猛料 使正报道权威而别具一格 再加上遍布全国的揭露型社会新闻 令澎湃新闻在半年之内 迎来了密集的爆发 前总编辑邱冰一句 我心澎湃如昨的开篇 令不少满怀新闻理想的记者 能够在其中一展所掌 在带着镣铐跳舞的环境下 产生了不少精彩的深度调查报道 以至于另外一届 一度产生了澎湃 继承衰落广东南方系的一波之错觉 然而澎湃新闻 毕竟是隶属于上海市委 谈花一线之后 其报道逐渐趋于平淡 不少使政类新闻逐渐向标准党媒靠拢 而首页头条必定永远是习近平的消息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发表福林的报道 题目是 第二名基因编辑婴儿 发新社周二最新报道称 据熟悉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实验的一名美国医师透露 第二名被确认参与贺建奎实现并成功怀孕的女子 现已怀孕约12至14周 而就在一天前 中国官方宣布了对贺建奎的初步调查结果 其先前所供职的南方科技大学也宣布将其开除 广东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调查组在当天对外表示 现已初步查明 该事件系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为追逐个人名利 自筹资金 蓄意逃避监管 私自组织有关人员 实施国家明令禁止的以升职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活动 调查组称 将严肃处理贺建奎 维护科研伦理 另有报道显示 目前不排除贺建奎面临刑事指控的可能 此外 在这一事件于去年11月发生后 就于第一时间表示 对贺建奎实验并不知情的南方科技大学 并于同一天宣布 经研究决定 解除与贺建奎的劳动合同关系 终止其在校内一切教学科研活动 作为事件漩涡中心 贺建奎在去年11月26日对外宣布 她依照采用强大的基因编辑技术CRISPR 成功地创造了世界上首例基因编辑婴儿 一对名叫露露和娜娜的女双胞胎 就此史无前例的将士 她的这一宣言 在经媒体报道后 立刻在中国国内和外国专业领域 引起轩然大波 广东调查组介绍称 贺建奎的实验中最终有两名志愿者怀孕 其中一名已生下双胞胎女婴璐露 娜娜 另一名在怀孕中 其余六对志愿者有一对中途退出实验 另外五对均未受孕 这也意味着 这名第二位怀孕的孕妇 现已怀孕在12到14周之间 对此 一名叫休尔布特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 供职的医师和生物伦理学家介绍称 他认识贺建奎已经两年了 贺建奎曾在2011年至2012年 于斯坦福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休尔布特称 根据他的了解 这名被实验的胚胎 在之前的超声波检测中并未现身 这或是因为其在当时所处的 受孕阶段上早 他表示 根据和贺建奎的交流 在后者于去年11月28日 前往香港参加相关国际基因编辑会议时 这名婴儿还只能在化学检测中被发现 并不能在临床检测中被检验出来 休尔布特称 因此他推断在当时 这名婴儿的年龄应不会超过4到6周 从而起年龄到现在应处于12到14周之间 此外 他还透露 在原本贺建奎参加香港会议后 他计划前往深圳到访贺的实验室 而在过去的两年中 他们间也曾数次见面 休尔布特称 自贺建奎被羁押的消息传出后 他们在过去的数周中通过电话和邮件保持联系 但数日前他与贺失去了联系 休尔布特说 在通话中的贺建奎似乎并不像一个处于巨大恐惧或压力的人 他说 贺建奎告诉他 其当时能在南方科技大学的校区内走动 另根据新华社的报道称 2016年6月开始 贺建奎私自组织包括境外人员参加的项目团队 蓄意逃避监管 使用安全性有效性不确切的技术 实施国家明令禁止的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 胚胎基因编辑活动 而被指直接参与了基因编辑婴儿项目的贺建奎导师 美国莱斯大学工程教授蒂姆 也于去年11月开始接受莱斯大学校方的全面调查 广东调查组认为 贺建奎行为严重违背伦理道德和科研诚信 严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发表香港特约记者甄书记的报道 题目是 习近平面对黑天鹅与灰犀牛 要确保政治安全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21日告诉数百个省部级官员 国家正面对波绝云轨的国际形势 需要警惕黑天鹅 防范灰犀牛 因此急需坚决贯彻 总体国家安全观 确保我国政治安全 据新华社报道 习近平是在省部级官员的开班式上 发表上述的讲话 会议由政治局常委李克强主持 其他常委包括栗战书 汪洋 王沪宁 赵乐际和韩正义有出席 为了这次在中央党校举行的开班式 有十多个省需要延后举行地方人大会议 习近平同时又强调科技建设 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习说 科技领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加快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建设 围绕人工智能 基因编辑 医疗诊断 自动驾驶 无人机 服务机器人等领域 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工作 习近平告诉 数百个省部级干部 面对波掘云轨的国际形势 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 兼具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 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 所谓黑天鹅是形容不可预测的危机 而灰犀牛则是预期将出现 但又广泛被忽略的困境 因此 习近平同时 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确保国家政治安全 要加大舆论引导力度 推进依法治网 要高度重视对青年一代的思想政治工作 教育引导广大青年 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 制度 文化自信 确保青年一代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 习近平并且要求对国家在海外的利益 有更好的保障 他说 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 我国外部环境复杂严峻 我们要加强海外利益保护 确保海外重大项目和人员机构安全 要完善共建一带一路安全保障体系 坚决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 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习近平在开班式的演说 语调基本上吻合早前 他在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他当时说 改革开放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 未来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 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 上海政法学院陈道迎副教授告诉南华早报 北京在经过了去年连串的挑战之后 显然成为这次开班式的焦点 他说 北京在十九大上向外宣示了一个超强的形象 但去年国家的信心却从高处下跌到低点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 向世界提出所谓的中国模式和中国智慧 作为谢绝全球多个问题的方案 但自从去年七月中美爆发贸易战之后 中国对外的信息已经急速改变了语调 多次凸显国外的不稳定性 陈道迎说 中共需要团结各界的支持力量 为即将在三月举行的全国两会奠定基调 而维持稳定最成为最高的优先抉择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题目是 美国发现朝鲜秘密导弹基地 美朝二次峰会选 根据周一发布的一份报告 研究人员发现了朝鲜的一个秘密导弹基地 属于该国约20个卫生报的弹道导弹作战基地之一 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这份报道写道 Sino日导弹作战基地和部署在该地的Nodon导弹 符合朝鲜的核军式战略构想 提供了可操作的核获常规首次打击能力 该发现可能会扰乱第二次美朝峰会 美国总统川普周五宣布 他期待在2月底的峰会上 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讨论无核化问题 CSIS去年11月首次报道了上述 约20个未申报的军事基地 该机构表示朝鲜从未申报Sino-Ray军事基地 因此该基地似乎不属于无核化谈判的议题 报告指出在任何无核化协议中 导弹基地都应该处于申报核查和拆除的制约下 朝鲜不会就他们没有披露的事情进行谈判 该报告的作者执一车韦德表示 看起来他们在玩游戏 他们仍将拥有所有这些作战能力 即使他们公开摧毁了核设施 报告称 位于非军事区以北 132英里 221公里 The Sino-Ray军事基地 占地约7平方英里 18平方公里 在研发能够打到韩国 日本甚至美国关岛的弹道导弹方面 发挥着关键作用 此外 该基地还装备有Nodon中程弹道导弹 这个导弹基地 是通过分析去年12月的卫星照片发现的 卫星照片显示 该基地似乎位于一个地下掩体的入口处 白宫尚未对CSIS的报告发表评论 请留下来 请留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